你看那个记者被阻拦不让进入现场这件事 却被人为的推上热搜 小粉红蠢就蠢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大树 燕焦刚爆炸完没几天 江苏就爆炸了 这次爆炸官方说是烧烤店的人爆 但却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那现在伤亡人数也不明 可是不管怎样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爆炸后 本能都会想到天然气 那这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共识 那今天我们就把过去这些天 因爆炸而出现的各种魔幻现象 整理到一起 我们来聊聊中国的魔幻爆炸现象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 河北燕焦大爆炸央视记者 过去后被当地官员阻拦的这个视频 可是这个视频后面 其实还跟了一个美国比之宝爆炸的这个新闻画面 他为什么要选择美国的比之宝爆炸呢 那是因为比之宝去年也发生了一次爆炸 所以央视的用意大家也很清楚 那既然说哪个国家都有爆炸 我们要多说中国的爆炸 就显得我们有点区别对待中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一个猜谜游戏 说一个国家没有战争 可是爆炸却能成为这里的常态 大家说说这个是哪个国家 我们再来一个 猜猜哪一个国家经常爆炸 但每次爆炸都和天然气有关 所以说天然气爆炸能成为一个国家的常态 能成为你我脑海中的标准答案 那至少说明天然气的安全隐患 是当下这个国家出现最多最频繁的事件 同时呢它也是最危险 也是最棘手 而且必须要全面根治和及时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 他央视却把美国爆炸的视频 和他爆炸的视频做成了一个对比 这足以说明在这个爆炸事件上 魔供根本没有想解决天然气安全隐患的任何问题 那其实呢这个态度呢 也就决定了这个后续的结果 也就决定了中国的走向 而且啊说到这个事件啊 这里面还有很多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 那河北燕郊爆炸呢 是3月13日早上7点50分左右发生的 那当时呢就一个68岁的女士 正好要去那个楼上的舞蹈室锻炼 可是他刚一走进那个楼道的时候啊 他就明显的闻到了一股霉气味啊 后来呢他也就没在意啊 他就继续往楼上走啊 走着走着突然一声巨响 啵一下他就倒在了地上啊 等他再度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周围只剩下框架了 就可想而知啊 这个爆炸它的威力是多么的大 多么的恐怖 那么说到爆炸啊 我们知道啊 当天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两次爆炸啊 但是第二次爆炸呢 官方却给删除了 可是从之前留下来的各种信息啊 我们知道这个第二次的爆炸 是在早上9点多钟发生的啊 它和第一次爆炸呢 前后间隔是一个多小时 而且这次爆炸呢 它是从地底冒出来的啊 威力呢也是巨大无比 那么看到这啊 我们不禁要问啊 官方为什么要把这个重要的信息给删除呢 再加上啊 我记得啊 貌似是地方电视台啊 说这次爆炸相当于100公斤的TNT炸药 所以就有很多朋友就认为 这个事情可能是人为的 它是报复社会造成的 因为官方啊 有很多不合理的操作啊 所以呢 大家对这个爆炸案呢 就浮想链片啊 再加上呢 当地的两家天然气公司啊 都说这个爆炸地啊 不是自己的所属客户啊 跟自己没有关系 而当地政府呢 又不公布啊 到底这个爆炸地啊 是属于哪家天然气公司的 所以呢 就把这个事件啊 变得曝朔迷离了 可是啊 我就想知道啊 是哪家公司停止了附近 50个小区的煤气呢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官方也不知道 那就说明这里面有黑幕 不想让人知道 其实啊 就在爆炸前夕啊 就有网友拍摄到啊 他说这个爆炸地啊 对面的大楼啊 竟然挂着两个横幅啊 上面写着百姓诉求 希望有人做主啊 野蛮施工 影响别人安全 而根据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啊 这个爆炸地呢 实际上它正在改建这个地铁啊 那么就像网友说的啊 这个爆炸会不会是因为 这个当地的施工队 他们野蛮施工 挖坏了管道所导致的爆炸呢 但是后来地铁负责人也说了啊 说完全跟自己没有关系 那么到底这件事跟谁有关系呢 如果谁都没有关系 那保险怎么进行下一步的索赔呢 另外啊 大家想想啊 这个地方两年三次天然气大爆炸 我们就不说哪出问题了啊 就魔供炸掉了多少个家庭 作为老百姓来讲 我们不应该想想 这里面有没有第四次爆炸 第五次爆炸吗 而且每一次爆炸后 官方都说 对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进行了检查 2022年5月16日 三河市燕交行 宫东街道二三小区15号楼 一住户发生燃气爆燃事故 一个多月后 三河市燕交阵 湖城上街时代广场地商户 发生液化石油气品爆燃事故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期爆燃事故的事发地 距离本次发生事故的炸击垫 直线距离仅约两公里 去年11月 燕交阵曾集中开展燃气 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组织域内33家重点企业 开展自查自救自改 属地火灾和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排查 据当地官媒介绍 小张的庄村是燕交阵最大的城村村 村民自建公寓楼较多 流动人口达9300多人 常住人口过万人 在去年2月的安全隐患排查中 全村48家商户 共发现液化器 使用隐患11屋 超量罐35 移动罐体85 均进行了整改 可是 如果检查了 那这些地方 为什么还在不断地爆炸呢 当然不仅是燕交 2021年的实验 燃气爆炸事故 还有2023年的宁夏银川烧烤店 特别重大燃爆事故 等等 我还没有列举更多 但是这些个个案都已经说明了 在中国燃爆事件是非常频繁的 而且每一个重大的燃爆事件背后 都有魔共的腐败声音 那之前呢 我跟大家聊的这个贵州的楼道大火事件 就说明了这一切 就是因为检查人员走刑事 安全设备是装饰 甚至呢 连消防队的都被卖通了 所以就导致中国的所有安全评估 都可以通过走后门的刑事 让他过关 大家还记得2022年的这个洪水吧 是吧 官方泄洪啊 为了保雄安保北京 不惜啊 让河北成为北京的护城河 那当时喊话的这个人呢 就是河北的书记啊 当时啊 这书记啊 穿着皮鞋去考察灾情 而这个皮鞋啊 竟然一点泥巴都没有 所以呢 就遭到了网友的痛骂啊 说他作秀 而燕焦大爆炸之后呢 这家伙又出来了 但是这次他是认错啊 他因为阻挡 央视记者 而向国家认错 却没有向老百姓 真诚的认错 那这样的领导 他还在那个位置上 就说明这个地方 他不会好 而且这些危险 也就会一直存在 我相信啊 河北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爆炸 咱甭管天然气 是否符合标准 埋在了多深的地底啊 我们就说啊 一个大妈 在公园锻炼啊 拉这个桥边的石栏 结果把石栏给拉断了 她摔了个万事 俩小孩呢 在桥边 同样是拉石栏玩耍 结果石栏又被拉断了 其中一个小孩 就被砸死了 啊 就在面上的工程 魔供官员都偷工减料 那么看不到的地方 埋在地下的 你如何保证 魔供官员 不会偷工减料呢 再者 你的煤气管道 经常会泄露 那到底是质量问题 还是技术问题 还是人为的问题 你总得把这些原因 和细节你说清楚吧 另外啊 我们知道啊 那个幸存者 他走到大楼的以后呢 他就闻到了一股煤气味啊 但是呢 我想但凡是个人啊 我们要闻到 那股煤气味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起码首先咱要想到报警 是吧 或者说你逃离大楼 因为煤气中毒 这是一个常识嘛 对不对 就不管怎样 闻到这种味道 大家都应该做些什么 但是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而且啊 这个事情 竟然小粉红又参与了进来 我不是警察 你什么生意都没有 你把工作事儿带出来 你把工作事儿带出来 你把工作事儿带出来吧 你把工作事儿带出来吧 我什么都不需要给你谈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是警察 你叫警察过来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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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单身说话 大声人言为 你的行为让我们贩毒 那刚才拿我的手机 那刚才拿我的手机 我这打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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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打不住啊 你在打不住啊 你在打不住啊 你这种行为 带有极大的污污污 河北沿江这件事啊 感觉有点味道不太正了 你看那个记者 被阻拦 不让进入现场这件事啊 却被人为的推上热搜 媒体和自媒体一边倒的 在这个流量的措施下 开始对当地一边倒的 这个指责 而当地政府呢 也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下 为此发出了一个道歉声 那么这件事 有必要过度的解读吗 甚至又一波指责 这个当地政府的声音 也跟着出来了 其实这件事啊 被放大的原因 无外乎就是 这三名记者在这个直播室啊 被现场的这个安全执法人员 给强行用人强的方式 被阻拦到了安全区 成为了这一次流量的抗法 那么这件事啊 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呢 就是当这么大的一件事出现 地方政府立即采取了保护现场 在危险没有排除 或者是确认是何原因造成的 那么封锁现场是必要的一种常用方式 你不用说这么大的这个爆炸现场 就是刑事案件的现场也是一样 那么为什么当地还是发出了这个道歉声呢 那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平息这个 啊 旅情的节奏 不得已而选择的 第三 有人呢 把此事解读为这个掩盖真相 我个人觉得这是脑洞大态了 你用脚后棍想一想啊 这么大的一个事故 还是在这个街区上 整栋楼都报废了 你说谁敢掩盖这项 有多大胆子呢 这个责任谁敢来承担呢 所以呢 相信这种年龄的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吧 而在这个现场 还有人发现 有这个外景人在拍摄 那么懂的人自然就懂了 小粉红啊 蠢就蠢在这里啊 分不清好坏啊 都不知道谁在害他 谁在帮他啊 他不知道政府 阻挡记者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反过来啊 他却觉得 维稳的这帮警察 其实是在保护这些记者 可是 如果政府警察 真的是为了保护记者的话 那么当地领导 为什么要隔空喊话 说要接受记者的监督呢 你最应该接受的 监督的是人民啊 如果你阻挡记者 真的是为了记者的安全的话 那你就应该 义正言辞的说 自己就是为了记者的安全 所以不能让他们进入现场 而不会说这个阻拦记者 是由于一线工作人员 沟通能力不强 方式简单粗暴所导致的误会 如果你真想让记者报道 那你可以让记者在远处采访 你为什么要把记者赶出现场呢 而且最好笑的是 西安网友发布了 燕焦爆炸的内容后啊 竟然接到燕焦警察打电话说 你再不删帖 后期我们公安机关就会再找你 所以说啊 警察不干人事 官方不干人事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稳 掩盖真相 1986年4月26日凌晨 前苏联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号机组发生了爆炸 巨量放射性物质和燃料 直接喷天顶 而30余万人 因受到辐射而死去 事故的发生和其巨大的灾难 其实就归结于 共产主义下 官僚的这些腐败作风 和一贯性的隐瞒事件的真相所导致的 中国面临的问题 和当时那个臭名昭著的苏联 是如出一辙的 古往今来的历史 已经证明啊 人类的社会啊 似乎是有规律的在发展 而且是不断重复更替的 就跟人的生老病死是一样的 都在这个机制中运作 所以时间一到 魔供呢 就必死无疑啊 如今呢 你我也都感受到了 魔供带给大家的最真实感受 不再是多年前的那种恐怖的气息 相反呢 却是荒谬 滑稽 甚至可笑 而且最大的感觉 就是魔供奄奄一息了 随时都会垮台 这就是魔供 死亡将至的最真实感受 但是在他死亡前 他一定会带走很多人 而最危险的那批人 就是那群永远都听不进真相的 小粉红们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